好 觀眾朋友午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這個階段我們請到的是 時事評論員朱學恆 各位大家好 朱學恆先生 你知道白宮現在要迎來了 是拜登的時代 其實幾乎可以確確定定 拜登是已經可以入主白宮了 他跟他的副手賀錦麗 兩個人也在布話 未來下一個四年的種種點點 我們今天就來討論 白宮迎來了拜登時代 對中國的態度會如何 對我們台灣的態度會改變嗎 先來看看這一次 拜登他贏得第46屆的總統寶座 到目前為止大家看到的是 川普得到的選舉人票 是214票 拜登是290票 顯然文貫要放在拜登身上 不過大家看一看 這兩個加起來290加214 其實不到538張選舉人票 那是因為還有幾個州 票還沒有完完全全開出來 像喬治亞是要重新計票 因為他們的差距低於1% 所以依據州法律 是自動重新計票 自動重新計票 所以這幾個爭議州 現在都要重新 可能要計算 或者是說有一些地方 像是內華達 是 還沒有完全開完 不過這已經無關紅紙了 意思是說 即使這幾個州 就還沒有開完的州 如果最後就是翻盤 就是最後這個票數 也不可能翻盤了 所以這個王冠的寶座 我們把它蓋給拜登 他拿到的票數 也是史上最高 7480萬票 有可能會突破 7500萬張票 超過一半的選票 很多人說 他應該是史上 最多的民意支持嗎 或者是因為太激烈了 催出來大量的票 應該這麼說 這一次美國的投票率 接近65% 是美國在120年以來 超過一個世紀 投票率最高的時刻 自然是因為 雙方勢均力敵 請大家在台灣 我們隔岸關火的時候 不要誤解說 全世界都討厭川普 然後支持拜登人 非常非常多 並不是的 歐洲雖然對川普很有意見 可是在川普的國內民眾 他們對他制度並不低 請注意 他們並沒有說 一落差差了1000萬票 其實沒有 為什麼 因為川普主張的傳統價值 保守派的理念 他人雖然人格 可能不是非常高尚 值得大家都尊敬 崇敬 但他所做的行為 是符合保守派的利益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投票 很多人就是 我可能不支持川普的人格 可是我是保守派 川普的作為立法行動 跟國際間包含了單邊主義 或者是說 讓大家一起負擔相關的費用 這個做法 符合我保守派的利益 所以保守派投給川普 並沒有讓他真的大敗 是 尤其是讓美國的利益 得到更多的保障 這件事情可能對很多 美國人來說非常的重要 所以川普他也拿下了 超過7000萬票 兩個人差距是非常多的 也因此到現在川普 其實是沒有認輸的 不過不管如何 川普總有一天 他要離開白宮 我們可以看到 拜登跟賀錦麗 昨天發表了 他們的當選敢言 很多人說 蠻感動的 或者是說 終於有一個看起來 比較正常的發言了 來看看拜登怎麼說 他說這是美國人勝利 我們獲得了這麼多票 那眼中 我的眼中沒有紅州或藍州 只有美國 我總統的職責是要團結美國 愈合裂痕 並且向川普喊話 向那些沒有投票給他的人喊話說 我知道你們失望了 但是但是我們是同胞 不是敵人 我們要給彼此機會 並且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現在白宮 連他的幕僚長都染疫了 所以拜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 可能就是要破話 遵循科學實證的抗議藍圖 趕快把這個疫情 給好好的整治一下吧 其實我們先講 跟台灣比較相關 是我今天在看他所有的報導 我在分析的時候 台灣在這個時候 最後面這一條是真的 台灣可以看到 你是真的有幫上忙的 因為我們過去捐了200萬的口罩 給美國 但實際上美國現在各州 還缺個人防護設備 如果今天台灣政府 在這個部分可以做更進一步的 不管是宣傳或是推廣 或者是製政的話 他的確可以幫上忙 因為拜登的首要是domestic 也就是他是國內政治 跟國內的抗議 所以他第一波推出來的 就是這12名左右的專家 他要優先任命 說這就是我未來的抗議特遣隊 對於拜登而言 這是第一藥物 第二藥物就是要統合 已經分裂非常非常嚴重的美國 也就是藍州跟紅州 城市跟鄉間 它的差距已經大到 你幾乎沒辦法想像 我們是外人 我們在看的時候想說 拜登很正常 為什麼大家都支持 沒有辦法預料的川普 但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對於鄉間的民眾而言 他們信仰虔誠 他們認為保守價值 譬如說不管是LGBT 性別平權或者是墮胎權 他們都遵守 聖經所說的話的時候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雖然川普個人 可能我們覺得 難以預料 很荒謬 但他的價值還是存在 可是這個價值的鴻溝 對拜登來講 他所面對的 你知道投票率高 就代表大家都有意見 而且雙方差了大概400萬票 可能在增加 並不代表你有壓倒性的優勢的時候 參眾兩院又不是同一個政黨 擁有大多數的時候 拜登面臨的施政會很有挑戰性 所以這一次國會 其實共和黨很有斬獲 甚至可以說是共和黨稍稍贏了 國會跟所謂的美國白宮 是兩個不同政黨在主政的 可能這個裂痕也許會更加大 所以這也是拜登 他上任之後首要擬平的一個大任務 來看看拜登他創下了幾個紀錄 包括他是最年長的美國總統 等他就位 明年的時候他已經快要滿78歲了 他的得票率我們剛剛講過 他得票是史上最高的 另外第一次有女性的副總統 來當選美國的進入白宮 其實大家知道 美國他實事民主這麼久了 才有第一個女副總統入白宮 這件事情我們台灣人 可能要感到比較驕傲 因為我們的女性的總統在2016年的時候 就已經產生了 還記得 同樣是2016年 那時候希拉蕊他就喊著說 我要衝破那一道硬心的天花板 或者是看不見的天花板 意思是在白宮 在美國政壇 在華盛頓 女性的地位還是被壓抑的 所以這次賀錦麗的當選感言 還有特別講說 也許我是第一個進入白宮的 女性的副總統 不過我相信後面還有千千萬萬個 後面大家都有機會 其實對很多年輕的女性來說 也是一種鼓勵 另外我們來看 拜登他其實從政47年 他應該說是一個非常老練的政客 他從參議員開始 當時他29歲 也是美國史上第六年輕的參議員 所以不要看他現在已經很老了 他從很年輕就從政了 他個人的故事非常多 包括了在他志得一滿 年輕氣盛的29歲當上了參議員的同時 他的太太跟女兒當時也發生了一場很嚴重的車禍 兩個人都往生了 所以對他來說 有很多家庭沒有辦法或者是親戚沒有辦法復原的 他的感慨也非常多 很多人知道的是他是歐巴馬的副首 他當了八年的美國副總統 大家記得嗎 當歐巴馬要離開白宮的時候 他跟這個拜登兩個人的兄弟情 那一刻到現在很多人都記得 並且非常的這個感人 也記憶有聲 我們來看一看歐巴馬跟拜登的兄弟情是怎麼回事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的口白小編可能來不及上 那個時候是因為川普 歐巴馬還要離開白宮了 然後他說這是我的最好的搭檔 是我的副總統 然後我們兩個合作無間 你可以看到當時拜登真情流漏 他流下眼淚了 眼眶泛淚 我那時候還覺得說天啊 他好不Man 應該這樣講 就是整體的包裝 其實拜登這一次的組合跟歐巴馬 上次跟他的組合剛好是類似的 就是一綱一柔 歐巴馬是很有煽動性 他的演講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拜登就是扮演比較老爺爺 然後親和力 撫慰人心 比較沉默 可是這一次拜登出來競選的時候 也是一樣 拜登還是扮演的撫慰人心 然後他的演講都是不卑不亢 比較中肯 但他的副手是比較票漢 然後比較這個 有人說他扮黑臉 但是總之也是同樣剛柔的組合 只是在新的組合裡面 男性是扮演柔 然後女性是扮演剛 這樣子接下來因為包含了外交的參與 會不會雙方的模式跟以前的磨合不一樣 我們順便補充一個八卦 為什麼你會想說 歐巴馬怎麼那麼晚才出來 如果今天拜登很厲害 或者是差距很近的話 歐巴馬早點出來 但是因為他的歐巴馬口才太好 民主黨自己在評估的時候 因為歐巴馬本來要出書的 但整個往後延三個月 然後歐巴馬出來的時候 是選情到比較後期的時候 因為大家很擔心 歐巴馬再出來的時候 會宣兵奪主 就你如果上台 然後你又套到不決 配角把主角給比下去 因為這一次的組合 其實是副手比較票漢 歐巴馬是以前比較票漢的政主 所以雙方一比之下 民主黨那時候的判斷是 我們讓歐巴馬稍晚一點出來 然後是在搖擺州 關鍵州出來 造成一個影響 才會有比較正面的效果 看起來這樣子的策略 好像也算是成功 因為最後歐巴馬的初級 讓很多人又想起來 共和黨可能跟民主黨的差距 執政的差距在哪裡 或者是你望似不似人軍 就是你望之不似人軍 很多人就會覺得看起來 是不是可以做一點重新的考量 再來看看 對我們台灣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就要講到拜登的對台 或者是對中的政策了 過去拜登被很多人 扣上一個帽子 就是他親中 是 但大家要想一想 那個是你真的看到拜登 有非常親中 還是右派媒體後來塑造成 他跟川普的一個對照 有的時候你仔細回去 爬梳拜登的立場 你發現他一直以美國利益為主 那跟中方的那個親密的關係 是因為那個時候 在2006年左右到2012年之間 中方大部分的人 包含了共和黨 都覺得中國崛起 我們要跟他們做生意 我們要運用商業的同盟 國際的聯盟 讓中方往自由民主的方向走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是共和民主兩黨都支持 跟中方有更進一步的交往 但你不要把它塑造成說 拜登就親中 他愛跟中國有很多的利益 那個是選舉語言 事後大家在認真的看的時候 你可能對拜登 有很多的誤解 是 拜登他信守台灣關係法 可是我知道台灣的川粉 很常提到一點 就是過去在1999年的那個時候 曾經在參議院 有一個台灣安全強化法案 當時拜登是出來反對的 所以這個台灣川粉 常常指出來說 抓到了 你看拜登對台灣不好 對中國好 我們來看看 當時拜登他的理由是什麼 來聽聽看 我們做的 我們做了一切的 台灣的法案 我們替了 台灣的法案 和台灣的法案 那法案 說了 它說了 我們支持 一切的一切的政策 但它是在 一切的交往 一切的交往 where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parties mutually arrive at how unification will take place peacefully. That if the mainland attempts to do this by force and not dialogue, the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vide the military means in terms of materiel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China has, mainland China has no capacity. No capacity to occupy Taiwan. That's wrong. 最後一句他是說 這個中國大陸他沒有能力可以來占領台灣. 他沒有能力. 當時1999年. 因為他的登陸能力在當時不夠. 最後那一句話在1999年 也就是時空背景1到20年前的那個當時 拜登說他認為中國大陸 是沒有能力可以占領台灣的. 當時他說的. 他也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他要阻擋這所謂的這個台灣安全強化法案 他認為有這個所謂的台灣關係法就足夠了 那另外十一世王 現在已經過了20年了 到底拜登他的這個傾向 或者他立場有沒有改變 很多人說他是非常了解中國的一個美國的政治家 或者是政客 我們來聽聽看這是德州州立大學 這個助理教授 汪呂中 請這個呂中加入我們討論 請呂中告訴我們到底拜登他的立場是什麼 呂中 是錢師傑好 錢師傑好 錢師傑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聽到很多關於這個拜登立場的一些解釋 拜登是絕對不可能去 拋棄台灣的 三點 哪三點呢 第一個是在民意的部分 其實這次拜登很清楚知道 他當選了 可是有七千萬的人是沒有投給他的 選戰的過程當中 這個川普一直在講說 拜登會當選之後會變成 全部美國人要去學中文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有七千萬的美國人 會站在一個比較用放大鏡 以檢視拜登的中國政策的角度來看 拜登沒有辦法去違背民意 所以他會非常的謹慎 小心地面對中國政策 第二點是在國會 剛剛兩位也提到了 在國會還有一個共和黨 佔有這個參議院的多數 會有一個制衡的力量 所以拜登在國會上面 也沒有辦法大幅地去修改 所謂的親中的政策 再來是拜登身邊的 所謂的亞太事務的專家 將來要入閣的 進入拜登閣園的 這些人包括什麼 布林肯 蘇利文 或者是蘇貞 Rice 這些人都不是親中派的 這些人都對於中國 有一些強硬跟堅定的立場 所以我們從這三個層次來看 我們實在是沒有理由相信 拜登會去出賣台灣 但我覺得可能台灣太過擔心了 再來我們如果真的要比較的話 拜登用的這些人 全部都是歐巴馬時期的 同原班人馬 如果我們在歐巴馬時期 覺得美國並沒有賣台的話 08年到16年我們並沒有賣台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擔心說拜登上台之後 會馬上賣台呢 其實真的是過度的緊張 不過我覺得台灣的網路風向蠻有趣的 因為在2016年之前也沒有所謂的穿粉 那2016年他接起了這個蔡英文通常電話之後 我們的穿粉就出現了 我覺得可能接下來三到六個月之後 我們的穿粉可能就會慢慢的褪變成為敗粉 也不一定 目前為止我知道台灣的穿粉有一點點無所適從 就是還在這個震撼中 那對於這個川 這個這個川普會落選這件事情 好像還有一點點在震撼中 而且不可置信 那推估回這個美國本土 美國本土這樣子的震撼一定更強烈 現在川普看起來是不認輸 美國的氛圍到底如何 穿粉還好嗎 美國的穿粉還好嗎 很有趣的是美國的主流媒體 大概包括連福斯電視台 都沒有特別的再去報導川普的 這些抗爭的動作 那當然因為其實選舉的結果是蠻明顯的 再加上現在川普陣營 所做的所謂的遍地開花的這些法律行動 事實上都沒有太顯著的證據 有任何翻盤的跡象 所以其實我覺得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他還是會繼續的想辦法做一些動作 來不認輸 可是包括共和黨內的政治人物 大概也會考慮他的政治前途 要考慮什麼時候開始跟川普做切割 我想這樣的一個抗爭 或者是不認輸的這個時間 大概會跟力道慢慢就會消退下去了 在美國其實比較多的報導 是在迎接勝利 迎接感覺好像 迎接藍天 好像未來比較光明一點 是 好 非常謝謝呂中 希望這個美國可以這個慢慢的恢復 也不要這麼再分裂下去了 謝謝 謝謝呂中 再見 拜拜 你覺得台灣的川粉崩潰的時間要多長 大概三個月吧 最近大家還在講說 我跟你講最近大家還在掙扎 第一個說這個依據憲法 川普的確還沒有敗選 也有人講說這個的確有做票 密西根的那一套系統的確有問題 然後有人就迎合Rudi Giuliani的講法說 全美有這麼多的爭議地方 我們要開啟十個控訴 我們也要支持 但是我想如果今天美國大部分主流媒體 都已經同意並且確認是拜登贏得選舉的話 這種比較偏信仰的盲目熱情 要再持續有一個可能 川普很有可能要開自己的電視台 那所以他們應該會變成海外川粉 繼續收看他們的電視台 或者是川普也可以考慮來台灣訪問一下 台灣應該會給他非常熱烈 溫暖的支持